细红了甄嬛传的女主角孙丽 她现在的行情也是水涨船高 她再度来台替一家时尚精品的摄影展来站台 从头到尾她只短短出现20分钟哦 多少钱入袋 上百万元新台币入她的口袋了 戴着墨镜一脸帅气 后宫甄嬛传的孙丽再度来台 这是为了精品摄影展出席站台 穿着和身白色上衣 加上粉红色刺绣短裙和高跟鞋俏丽登场 但露脸短短20分钟 外传就吸金将近新台币七位数 老朋友了 谈钱伤感情不谈了 孙丽为了帮品牌站台 就当天搭机来回 而自从演了清空剧女主角人气 瞬间爆红就连形象和穿着也大不同 来和2002年刚出道演出预观音相比 现在多了点成熟时尚的韵味 但是对于不断重播的甄嬛传 就实在我自己已经不想看了 我自己其实从都到底就看过一遍 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要不停的时间和经验 精力应该放在创造更新的角色上